歡迎各位觀眾朋友和我們一同來欣賞這一場由泰山高中出戰長春11中的比賽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賽事主播王成文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比賽 今天是最後一天了 包括這一場比賽在內 還有五場比賽要打 這幾天也看到 包括長春11中、套原外國語、盤宇中學、光明中學等隊 這些球隊來了之後的表現 他們其實也逐漸適應到台灣的快速的球風 越來越有表現不錯的樣子 那在我身旁的呢 一手大學的中鋒 立皇,立皇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非常高興再邀請立皇來擔任我們這場比賽的講評 立皇 剛才我們在轉播前有聊到 你說你 這幾天都播到泰山的比賽 是 連三天 連三天 那你覺得泰山高中是一支什麼樣的球隊呢 他們的球風很飄漢 然後 他們的特點就是他們的禁區球員 再怎麼換都是會有兩個至三個能打的禁區球員 甚至有時候還把韓傑宇擺到三號去 我想高度是他們這支球隊的一個特點 對,立皇在講的高度是以台灣球隊的高度來講喔 那如果說像現在對到長春十一中其實並沒有特別的優勢 不過,在整個身體的對抗性跟速度上面 泰山高中還是相當有程度喔 那籃下我們看到有優勢,籃下擺進 4比0 這一球,搖的速度非常快 拿下兩分 我們剛才有提到就是說 像長春十一中他連打了五天的比賽 他打這麼多比賽 他在面對到泰山高中 面對到我們台灣的球隊來講的話 在對於全場的這種壓迫防守 是不是更有心得 像我們剛剛可以看到他們 泰山高中其實守到一個221的防守 那他們馬上佈陣 就是中間站一個球邊也站一個 那我想這是他們這幾天下來 他們這幾天下來學習到的 然後也是把他們運用在實戰的經驗上 但是他們剛剛其實 已經連續兩個失誤了 對,這一個開局兩分鐘打了個6比0喔 是 所以 其實應該是8比0 那剛剛韓傑瑜灌籃放槍 嘿嘿嘿 看得出來韓傑瑜確實是 剛剛他體能喔 這幾天我們看到他灌籃的畫面 看得出來他的體能確實 是蠻不錯的喔 是 不過我們要講的是 可能要去看到的是 包括他帶著一線的防守 包括他帶球的推進的速度這些喔 就如同立皇剛才講的 泰山現在也會有計畫的 把他擺到3號去打小前鋒這個位置 目的就是希望能夠讓他在 媚外都能夠去擔任到發揮的作用喔 但如果像現在這種陣容 上來了 他就是打4號 沒錯 當然啦 一開始當然是應該會是 他以4號先打起 那可能到比賽中段 才會把他放到外面去 我想這都是一些 這都是 這有點像是 對那種轉型球員的一套SOP 都是這樣子去練 哈哈哈哈 對這邊楊浩哲 往裡頭帶 送出去 哎呦這個球沒碰框 陳建宏拿到球 籃下空 拉開的時候被蓋火鍋 再起 籃下最後 哇這個球壓掃前擺進 泰山公中從第一節開始就 祭出221壓迫的防守 剛才陳建宏這籃下拿到球 我覺得 這長空實際中 也是疲累啦 因為他們來我們這邊打是客場作戰 然後疲累 這些籃下的球 我們看到他這個球上去 他被蓋掉了 可是他拿起來 再攻 就是說 我覺得 長空實際中在基本的 內線防守上其實是不夠 扎實啦 沒有繼續啦 是 第一下走到之後 要把球搶到才算是整個防守 才算是結束 陳建宏再上 第一時間沒有 第二時間再上去 叫大球 陳建宏186公分75公斤 任一再回 黄冠博 再出飞进 任一拿球之后上去了 走 这个球摆进 手开进入 这他们在经历的开赛三分 超过三分三十秒之后才拿到分数 十米二 台湾高中八分的底线 然后得上去没有 阿曼球 任一掌握 交位前投 中明轩一百九十公分 唱生十一中的得分 比前段时间好多了 那你觉得 场方形中 他现在在场上的情况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他们的防守端是做得比一开局的前三分钟 来得更好 那其实刚刚可以看到他们的两次得分都是利用 好的防守去带动进攻 然后 去做到攻头转换的得分 那我想这就是先从防守端做起 他们才能够有 这样子的得分机会 又是好的防守 然后这球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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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不畏惧的啦 那我觉得在阵地进攻里面 常春实际中 是不是有哪些地方可以做到运用 因为今天看张杰夫好像 这个 蛮沉默的 跟正一下不是 黃思博 黃思博 是 我把他跟张杰夫搞混了 我真是 跟泰元外宇的搞混了 我觉得他们的人 是不是在高度上 没有应用的非常好 一方面泰山 泰山高中的防守也是有针对性啊 他们也是 他们的防守 在对于禁区内 尤其是篮下的收缩 是做得非常好 那就变成说 他们外线球员 一定要能够跳出来 把外线投进去 然后把他们的进攻空间拉开 这样子 相对的来说 禁区球员也会比较好去做到动作 刘楚翔197公分 来自台南市官田国中 听说他国中的时候是 高中之前是没有打过球 他在整个适应地上 尤其现在 列王你怎么看他这名球员 刘楚翔15号中锋 我觉得他 看得出来他还是 一块浦玉 看得出来他还是一块浦玉 他很多的技巧可能 还没有这么的纯手 但是他有的就是 年轻该有的 积极的态度 不管是在防守 俯卫 或是在拼抢 第二波进攻籃板 进攻防守籃板 我觉得他 就是有展现出他年轻的那一面 积极的态度 那我想这对于一个高中生 一个高中球员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有好的态度 那 有好的态度 才能够 去做到一些很基础的东西 那未来的路才会来得更长久 发展性也会来得更大这样 当然啦 球技是可以练的 随着时间的增长 然后比赛的经验 慢慢累积 球技进步 那是一定会进步 但是态度 能够从一开始就好的态度 是非常重要的 央着 柳鼠强 柳鼠强 柳鼠在一球前进去的时候 造成了场合集中的犯规 很快可以看到韩潔宇现在果然到外面去了 就像做個小工作起來沒有 這一球往裡頭帶造成了太陽公眾犯規 像這一球是不是就很明顯的運用到身材提琴的打法 王思博這個球 而且泰山高中的防守不應該是會被他往中間去做到突破 尤其是像王思博這種球員又高又有運動能力 通常被他往中間去做到突破一個墊步起來之後 其實要防守他就會變得比較困難一點 王思博的身高是200公分 像他這樣子的球員 卻有著比較靈活的面框腳步 楊白松 16比5 王思博高中11分的領先 這一球傳了下前面 他就要傳過來的時候出界了 這球 這球 哎呀 真是太可惜了 傳到位置了 到前場到籃下了 但是這個球直接出界了 這球要是被王思博接到上籃 這球要是被王思博接到上籃 那有儲強可能差不多就要被罵了 呵呵呵呵 那這拆球進去的時候被破掉 幾 三 五 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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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五 五 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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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在试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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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